虽然沙巴处于最宽松的复原期行管令 不过在斗湖却出现好几个传染率高的感染群 累计137宗活跃病例 因此国家安全理事会决定 从稍后午夜开始在斗湖落实行动管制令 为期14天 国防部高级部长都是伊斯迈·沙比里通报 沙巴金纳巴当岸、双溪特纳江工厂住宿 沙拉越、四里街、甘榜巴基 沐郊马都的双溪拉骚和巴当伊杆 也会从子业开始落实加强行管令 直到这个月16号 另一方面 执法人员昨天逮捕100名违反防疫规定的人 将近9成的落网者是因为没有保持肢体距离而被开罚 当局也在边境逮捕60名非法入境者